台灣最需要的一個非常堅強 而且是有競爭力的這個在野黨 但是民進黨是不是真的願意面對 還是到目前為止說 這個整個選項敗給中國 敗給美國 敗給財團 敗給作票 如果持續如此 不能夠真正了解 台灣人民再往前進 其實民進黨剛剛提到說 整個選舉過程中 我覺得真的會大家嚇到的是什麼 順我者生 立我者亡 不管是所謂的陳銀柱事件 不管是所謂的市值事件 後面的時候 他們其實不是硬拗亂扯而已 而是你是假農民 你是壞人 甚至到最後的時候 奇怪了 你以前拿張龍發的資助 拿這些的資助 拿得很高興 今天叫站在我對面的店 你就是所謂的財團 中共的同路人 其實蔡英文和民進黨 他們真正可怕的是 順我者生 立我者 然後回到這邊 這個東西裡面就是 他們對權力放得太大 所以現在回來到這邊 為什麼他們現在沒有檢討的能量 因為他們現在在野嘛 失去政權了 沒有舞台嘛 現在誰有權力 三立電視台有權力 地下電視台有權力 所以他們民進黨就是一個 權力的俘虜 權力的奴樸 所以民進黨今天要解除 只有說他們要對這個權力 包含對於掌控唯一 他們覺得他們的發言權的地下電台 三立電視台 他們都要站出來 不然民進黨永遠沒有機會 不管馬英九做好做壞 民進黨沒有機會 因為大家看到了你們只是過去的民進黨敢挑戰權力 敢挑戰權威 現在的民進黨只要誰有權力 誰就是你的爹樑 只要你有了權力 你就把別人當作自己是別人的爹樑 這才是民進黨最可怕的地方 因為創下先生長期以來這個對民進黨是一直有高度的期待 所以如果您剛剛講的說民進黨是一個權力的奴隸的話 那麼我們原本設想 這個最近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假設 馬英九這個政府這個新的內閣 有一點作為能夠真正脫胎換骨 或許也會刺激民進黨 能夠說如果再不改變就整個結束了 但是如果照台剛才那個說法不可能了 陶科講的這一段話 是最近這段時間以來 我覺得我個人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最核心的問題 就是以目前民進黨的權力架構來看 他要從內部去進行一個側頭側尾的反省 同時把這一次選舉過程當中 對民進黨所造成的那個損害缺口 包括一些國際關係 然後在內部的一些族群跟企業等等 各方面的這些問題 能夠做個全面性的修補 它是不可能的 它的權力結構已經注定 它只能夠繼續這樣子擁有擺著爛的方式 且戰且走 唯一的希望就是 國民黨就持續的進步 我認為那個是民進黨改革的最好的要 換句話說不妨回過頭來去push國民黨 就國民黨如果持續進步 進步大概就是民進黨發生在那邊等 是沒有用的時候 已經結束 那個時候我覺得民進黨才會真正從內部的動能 因為我認為選完了之後 民進黨大部分都還在等 就等到你國民黨爛 你國民黨爛的話我就不用動了 但是如果國民黨持續的是往前走的 這個時候民進黨的改革的壓力 才會真正的出來 所以國民黨如果說從某些方面來講 如果我們真的期待一個 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反對黨 那就回過頭去push國民黨進步 這一次的勝選 這一次的內閣的改組 希望他能夠真的改出好成績 成績如果如果半年一年 我們講假定說百日好了 百日之後或者明年的這個時刻 或者說2014年的其中的選舉 如果開出好成績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認為民進黨會真正的感受到 他其實已經大大的脫脫解 他非做側頭側的改變不可 就是我們剛剛其實在上半段講的 國民黨已經亮出了一個紅燈了 到目前為止有很多的一些消息的混亂 跟整個決策的品質已經亮起紅燈 黃文賢 陶哥因為這個講政黨良性競爭 目前是不可行的 所以建議大家從別的角度來看 這個是民進黨最新科的發言人 叫做羅智鎮 羅智鎮選區立委差一點點就當選了 隱恨 羅智鎮講的是什麼 他充分代表蔡英文的意思 他說台商 台商有問題 返鄉投票有問題 三百日 陶哥你之前談過的失目魚 他一樣談 可是他談把角度當跟你顛倒 還提到說這個陸客來觀光如何如何 簡單講就是剛剛陶哥講的 中國 美國 財團 還有作票 歸納起來什麼 就是怪別人嘛 你你你你 都不是我 我輸了 可是都是你們害我的 結束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必須講去年 陶哥我們在討論 民進黨不分區民黨的時候 談了什麼 歲人期 現在歲人期當立委 再離開賭場 那個差一點點就沒選上 民進黨有解決嗎 沒有解決嘛 所以大家不要逼民進黨解決嘛 他如果沒有辦法去跟 國民黨做良性競爭 我們就期待下一個反對黨嘛 是 你跟他一起決定嗎 這就是很殘酷 當選票刊決定的時候 立刻有人在臉書說 民進黨輸在新聞扁畫 文宣書畫 30秒後立刻閉嘴 這就是民進黨改革的第一個行動 基於民主政治 我們當然期待國民黨 偷胎換骨 然後民進黨能夠預火衝生 但是事實上是這樣子嘛 日本人常告訴我們說 從失敗中學習比較多 從勝利中學習比較少 我覺得這次倒過來 國民黨從勝利中 他學習比較多 他知道他跟人民期待落差 這個失敗的民進黨 還在醉生夢 我上次講悲哀 四大皆空 選前的政策信任空 選後的什麼 反省前瞻也空 如果台灣是不是能夠向前走 民進黨還能不能夠真正的 也可以脫胎換骨 其實到目前為止 國民黨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馬英九先生 是不是能夠讓台灣往前 幫助這個整個民進黨 也真正的能夠 面對所有的這個問題 也就在最短短的幾天之內 從下個禮拜一開始 我們今天已經秀出來 有一些紅燈產線 但下個禮拜一 能夠順利的上軌 再回來新聞業總會 晚安謝謝所有的觀眾朋友 請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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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